嗨 乖友们 春天到了 试换发型的季节吗 前段时间王源 换了炸毛细致胖 这几天张一山 也靠发型上热搜了 而且还有点 女众不同 不过就这造型 也是引得一大波迷泪直呼 皮帅皮帅的 好帅哦 和王源一样 发型都不是随便换的 张一山是来拍新版录影季 所以才剃了光头 那大家都知道哈 陈瑶生版录影季 早就深入人心了 想要超越 那绝对是很难啊 胡说 不过对张一山一位小宝 大家还是怀有期待的 毕竟张一山的演技一直在线 算是娱乐圈中 90后老干部了 曾经靠着《加油儿女》中 刘欣这个角色 张一山成为了爆红的童星 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 相比很多其他童星 张一山不大没有凉凉 反而拍了不少 拿了出手的作品 16年志愿的鱼醉 绝对是代表作了 喜欢你 我爱你 你把视频出来的跟我好不好 后来又拍了七个我 春风是一不如你 就是用作品告诉观众 90后也是可以游演基地 不要给我们90后丢人 现在乐圈中 年龄比较小的刀红明星 一般都是流量明星 像张一山这样 不走流量路线的 真的不多 不过也还是有的 25岁的童子见 算一个 比如说在最早演戏的时候 可能走的路子 跟大多数想红的人 是不太一样 出道以来 大多拍文艺片 电影自然 好到令人惊讶 19岁刚出道 就当了电影青春派的男一号 还凭借青春派 获得了第50届 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新人提名 之后出演的 德兰打烊大河 董子见也是能后出各种 完全和他年纪不符的 造型角色 我妈 我弟弟妹妹 觉得我借钱借太多了 这个风险太大了 我也以为略大哥你能懂我 另外啊 董子见和小华孙怡 用惊人的速度 完成了结婚生子 全靠流程 牛败 还有和张一山 组成娱乐圈 最火姐弟CP的杨子 18岁就和霍教华 主演了硬核剧 斩长沙 后来又演了 欢乐送你的邱颖颖 让观众看到 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小雪了呀 当然让更多人 肚软粉的 还是去年杨子主演的 香蜜沉沉 静如霜 哭喜开场后 就像水龙头一样 停不下来 除了张一山 杨子 冬子见 娱乐圈还有不少 有实力的90后演员 比如刘浩然 吴磊 邓伦 彭于唱 他们都凭借着一部部作品 在演艺圈站稳了脚跟 而也有不少 急着涌入影视圈的 流量花生们 表现出的是 演技的浮夸和不扎实 对比之下 这更让观众记住了 不断打磨自己演技 呈现高分影视作品的 演员们 好了 瓜友们就和M君一起 坐在这些90后老干部 成为下一个影帝影后吧 而是 摆着这些曲子 电视频